12月终于等来一位重量级炸场选手 诗文有多久没看过特效大片了 有多久没有体会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 这周既生化危机刺客信条 刺猬索尼克等经典游戏被搬上大萤幕后 又一个经典游戏IP在电影院中惊艳亮相 它不仅是今年少有的好莱坞特效大片 而且是唯一的怪兽类型 中国更是全球首映 今天就给你们推出这部怪物猎人 如果以资历来论 怪物猎人这一IP的诞生时间 既晚于卡普空的招牌IP之一生化危机 但是作为后期之秀 怪物猎人还是靠其自身的魅力征服了大批玩家 当初玩它的学生 现在有的都生了小学生 走上荧幕的怪物猎人 由生化危机系列电影的原本人马打造 导演保罗安德森刚入行时 还指导过全皇改编的格斗之王 是好莱坞动作大片和游戏改编电影的金牌专业户 他指导过生化危机系列 属于最拉风的游戏改编之一 本人私下也是怪物猎人的忠实粉丝 女主不用想都知道是导演的爱妻米拉乔沃为奇 即美艳于帅气于一身 演过六部生化危机永远的爱丽丝 而男主由泰国动作剧型托尼甲担任 主演了全霸系列电影 在国内的动作片里也是常常露连客串 怪物猎人电影讲述了指挥官米拉的小队 被传送到了危机四伏的怪物猎人一世界中 在这里他邂逅了神秘的一世界猎人托尼甲 为了重返家园 二人联手共同对抗一世界中的凶猛异兽 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求生之旅 相较于游戏原始的世界观与剧情 电影引入了穿越的概念 虽然听起了有些套路话 但是从魔兽以及刺客信条等游戏改编电影的情况来看 更直白的引入方式 无论对于IP粉丝 还是对于普通观众都更加友好 当然剧情虽然有一定的变化 但是在怪物猎人世界的塑造上 影片还是进行了诸多的还原 光预告片中便是已经让各色巨怪轮番登场 比如圣人的影蜘蛛 坦克般的角龙 在他们面前 而与主角正面刚的还有火龙黑竹龙等怪兽 人类真就只能爽爽的干怪兽 能动手绝不废话 三年前保罗安德森和米拉这对夫妻党的生化危机中章 在中国院线狂揽了11.09一票房 这次干脆把中国当成全球上映的第一站 比北美还要早20多天 而从目前预告片的表现来看 怪物猎人无论是特效还是视听效果均属上乘之作 这个周末 让我们抱着对米拉两口子打造爆米花爽片的信来 去到营业去体验一把特效砸脸的视听震撼吧 制作统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